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绝密大案 还原事实 探索真相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在上期的最后 咱们说到先游线 连续发生了四起类似的案子之后 警方终于是坐不住了 由于这些案子呢 都是发生在三二四国道周边 于是先游警方就认为 这可能是连续案件 所以呢 他们就联系了周边的其他各线 看有没有类似案子发生 这么一联系 果然在周边 那也发生了一些类似案子 于是他们在商量之后 就又上报到了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牵头 就把这些地区联合起来 一块来侦办这个案子 咱们上期说了 在先游县发生的第一起案子 是发生在98年2月9号 其实呢 在2月9号的五天之前 就是2月4号 这一天上午9点多 在附近的另一个县 惠安县就已经发生了一起 类似的案子 这应该也是这系列案件的 第一起案子 当年上午9点多 惠安县警方接到报警 说有人在惠安火车站 站前路的南侧草地上 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 警方赶到现场 经法医鉴定 认为死者应该是被机动车 撞到之后啊 造成胸肋骨颅骨粉碎性骨折 脑组织严重破坏 打出血 最终惨死 之后呢 又被抛尸 当年下午 死者的丈夫连某就赶来认识了 确认了这个死者 就是连某的妻子 是惠安网川镇中心幼儿园的教师 叫庄秀玉 另外连某发现 庄秀玉的自行车 和身上的一只英纳哥手表 还有一个钱包 都不见了 两天之后 2月6号 又在其他地方 在宁德市 又有类似案件发生了 当年上午 飞鸾镇的蔡某 向惠安县公安局 罗阳派出所报案 不过万幸的是呢 这一次 受害者他没死 这名受害的妇女 就向警方叙述了 在2月4号凌晨 遭到抢劫的经过 那天晚上 他从福州坐客车 到惠安县屠寨找朋友 结果晚上坐车呢 给坐过头了 于是在凌晨2点多 他就在惠安县 罗阳镇 东风村路段下车了 开始沿着福夏路 往北走 想走过去 结果走着走着 一辆车从背部 就把他呢 直接给撞倒了 这名妇女顿时 也就失去了知觉 过了一会儿 等他醒过来 发现天上啊 开始下着小雨了 此时呢 他正在脸朝天 躺在路边的田地里 双手和脖子 都被绳子捆着 一个男人正在用手 想要解开他的 内衣的纽扣 然后呢 把他的乳房给揪出来 用嘴巴 开始咬他的左乳头 一边还用手 把他的大腿内侧 给捏得生疼 当时这个男子 还试图摸这个 妇女的下身 但是因为这个妇女 下身穿的比较厚啊 这个男的摸了半天 没脱下来 最后一生气 随手把这个金脚链 就给扯掉抢走了 再之后呢 这个男的就站起来 爬上公路 开车逃跑了 比较幸运的是啊 这名妇女身体比较强壮 从小呢 是干重活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还是有点力气的 他就用力的 把这个绳子给挣脱了 但是发现啊 双腿已经不能动了 而且腹部呢 也非常非常疼 不过此时啊 他的求生欲望非常强 就用双手拼命的往这个公路上爬 向路过的司机呼救 不过当时啊 毕竟是在晚上 可能过去两辆车 司机都没看见 都没停下来 直到第三辆车 才看见他停了下来 两个中年男人跳下车 问他怎么回事啊 但是当时啊 他疼得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只是指着自己这个伤口 两个男子 以为是出了交通事故 就赶快把他送到了附近医院 到医院以后 这才检查出来 他的肋骨断了好几根 腿部呢 也是粉碎性骨折 肾脏都磋伤了 不过幸好 没有危及到生命 后来清醒之后啊 他发现他的金手链 金项链 金脚链 钻石戒指 还有一块眼形的女士石英手表 以及装着五千多现金的行李包 和一个黑色女士胯包 都被抢走了 不过啊 钱财没了没关系 好在这个人呢 是活下来的 而且呢 他还看到了凶手的 一个大概的长相 根据这个妇女描述 这个凶手年纪不大 似乎也是三十几岁 最多不超过四十岁 而且奇怪的是呢 这个凶手的相貌呀 好像是很清秀 有一股书生气 似乎不是凶凶恶极的 专门的歹徒 啊 咱们先不管怎么奇怪吧 总之这个发现 非常重要 给之后抓到凶手 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这是在 仙游县第一起案子之前 出现的另外两起案子 不过就在警方病案之后 这个凶手呢 他还没有停下来 其实还在继续的作案 在98年2月21号 这是在上一起案件的 一周之后 这一天的凌晨2点45分 莆田县陵川镇 东沙村 26岁的蔡桑霞 和仙游县风亭镇海安村 28岁的朱丽玉 这俩人这一天啊 从广东打工回来 他们乘坐的是一辆 由深圳开往仙游的大客车 在风亭镇路口就停下来了 另外他们俩人 还分别带着自己的一个孩子 随身呢 还带了很多行李 下车之后啊 他们就在路边等车回家 结果几个人在原地站了没多一会儿 朱丽玉就看见前面 突然有两束车灯光 直接射过来了 车速呢 好像还非常快 他感觉不对劲 于是就赶紧抱起孩子 让到一边了 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呢 这个车呀 好像就是故意来追他们 最后呢 还是直接 把他们几个人呢 给撞倒在地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啊 这辆撞倒他们的大货车呢 开出几十米之后 又开回来了 停在了他们的行李旁边 然后驾驶室上下了一个人 把他们这些贵重的行李 都给搬到车上去了 再之后 这个凶手又向他们走了过来 似乎是要下毒手 不过此时啊 正好在后边 有一个农用三轮摩托经过 开车的是一个老汉 车后边还坐着几个小伙子 老汉看到这个凶手呢 不但是不救人 似乎还要做坏事 就立即大声喊叫 哎 那个人 你干什么呢 凶手看到三轮车上 这是满满一车人 吓得是跳上卡车 立马就逃跑了 这老汉的摩托车呀 自然是追不上卡车 只能是先把这四个受害者 送到当地医院 而且幸运的是 经过医生见点 四个人 俩大人 一个孩子 都不是致命伤 而且这一次呢 警方终于也是有了一群 直接的目击者 当时开摩托的老汉 看清了这辆车的样子 作案的卡车呢 是一辆长斗 长头 普通挡板的东风牌大货车 而且他们还看清了这个车牌号上的 其中三个数字 那如此一来 知道了凶手大概的一个样子 也知道了卡车 还知道了一部分车牌号 那么离抓到凶手 那也就不远了 今天咱们就到这 我是大腕 好 咱们下期再见 各位好 我是大腕 我们的局面档案 已经跟大家讲了将近200个故事了 今后呢 我们还想再尝试一些 说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故事 比如我们会多说一些其他类型的自然怪象 尝试说一说名人黑帮 再说说其他的更多的悬疑档案 更多的新的内容 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新专辑 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当中 目前这档专辑已经上线了 在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大家可以搜索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 就能找到了 需要说的是这档专辑不仅仅有我们尝试的其他的新节目 也会有之前 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被下架的一些经典内容 很多听众希望能够再听到这些内容 于是我们把这些内容也放到了这档专辑当中 另外大家也可以添加微信 XMLY0330 喜马拉雅首字母加0330 添加这个微信进入我们的喜马拉雅官方微信粉丝群 届时将会有不少的福利 西点卡签名书等等其他的惊喜活动都在等着大家 另外补充一下新专辑是会员专辑 如果你是喜马拉雅的VIP会员 就能免费收听 当然如果您不是那也没关系 现在仅需六块钱就能成为一个月的会员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多多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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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